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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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突然出现在咖啡厅 将一名男子压在桌上制服 当场将人逮捕 百万YouTuber Jomaine日前上传最新影片 透露与好友 卧底诈骗群组半年 揭露背后真相 他们要叫我准备筹钱进去 一个开了十万 一个开了二十万 如果汇款的话 我去找 为了警惕观众 Jomaine好友Daniel 卧底四个群组 共一百八十天 表示一开始 对方会假扮知名专业人士 分享投资讯息 上传民事讲义 同时报名牌 花一两个月的时间 虚寒问暖 也透露诈骗集团 还会以免费课程 或是投放假广告 吸引民众加入 反向思考 车手取钱的手法 Jomaine好友决定 将对方约出来面交 好像顺利的把 诈骗集团约出来了 二十万就这样 然后我们要当场 交给诈骗集团 与车手周旋的过程 相当紧张 去年的九月二十七号 Daniel终于将车手约了出来 同时通报警方 没想到却被对方放鸽子 疑似起疑心 想借故拖延 隔天两人 在相约指定地点碰面 对方相当谨慎 要求换地点后才现身 电钞时终于被逮捕 还发现门外 竟藏有一名同伙 我跟我的律师讨论 他要共同赔偿的责任 当车手是非常非常不划算 千万不要去当车手 透过影片 警惕观众获得超过百万观看 不过却有网友开栓 说他拍影片是不是想洗白 对此Jermaine亲自回应 早在二零二三年上半年 也就是去年的十一月 因大麻案被抓之前 就开始卧底制作并且拍摄 直呼总不可能 预判我会被抓 所以提前拍摄 这个影片要洗白吧 列出时间轴 打脸网友 TVBS新闻发言宣神社终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